如何评价汪峰在歌手翻唱民谣XX的青春? 可以说是大师所望,让原本喜欢那歌的人很不舒服,但也许并不完全是汪峰的问题。 此话怎讲? 汪峰的选歌没得说,很有品味,因为这首《狗日的青春》我早就喜欢了,就像当年春晚王妃还没唱传奇时,我就到处安利里见。 比张韶还好的是,对《狗日的青春》情感的理解,从节目里汪峰的幕后VCR里,能看出它是有情感共鸣和深刻理解的。 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还说汪峰的翻唱是失败的呢?还是在于对原作品的破坏和伤害? 汪峰对其情感激调的理解没问题,但从他嘴里唱出来,就变得太汪峰了。 汪峰就变了。 《原作者200的狗日的青春》,大家可以先听一下,是那种深入骨子里的欲哭无泪,是对青春逝取。 过往岁月的面怀,心酸和悲凉无奈,还有一种特别接地气的孤独感。 就像在街边撸串,朋友喝醉了揭开伤口讲给你听,说着说着就哭了,就像我们走着走着就散了。 我站在大雨淹没秋天的桥上,就像那年第一次看见你一样时间是山边沛流离的大门。 平凡的我们注定孤独一生。日子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。那些荒诞的时光都已经忘记。想起那些慢慢变得陌生的朋友。 一回头。青春都为了狗。喝醉的时候我又想起你。想起陪你度过的每一个夜晚。你走的时候我都没有留你。选择和谁一起度过余生是你的权利。 二白狗日的青春,结选。 狗日的青春的那种悲伤,不是王杰撕心裂肺的向太阳怒吼,或者哭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,也没有罗大佑光阴的故事,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出自流泪的青春,遥远的路程,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的那种大气超脱,那种云敦之后博爱红尘众生的人文关怀。 如果能给悲伤指数评个集,狗日的青春绝对是排名前列的。 但汪峰式的摇滚唱出来,真的就有些尴尬了,既不够民谣也不够摇滚,既不够悲伤也不够愤怒。 汪峰习惯性的演唱技巧,风格太多。 还有乐队的配合都太隆重和精细,包括汪峰的着装,甚至那把吉他都太浓艳,太花少了。 但这首歌的魅力反而恰恰在于那种粗力感,哪怕配乐在简陋,甚至嗓音太频繁都不是大问题。 或者说狗日的青春这首歌本身的原力太强,本就不适合在舞台上,哪怕大庭广众之下来表达。 就像林东威武侠小说的那句诗,有些故事等梅花落尽了才能讲。 所有好的走心的民谣作品,我们似乎都不希望它们太火,但好的东西又应该得到传播分享。 民谣歌者不该止住的起作爱梅空调的破旅馆。 从这个角度,还是挺感谢汪峰发掘了狗日的青春并带到歌手舞台上,虽然是《我们不一样》的汪式唱腔。 不得不说,汪峰唱得的青春很有情怀啊,一开口就将人带入到以前,让人想起青春时候。 青春是一个永远不会衰老的主题。 对于汪峰来说,他的青春是报家街43号,是那段唱着摇滚,追寻梦想的快乐时光,那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青春。 汪峰唱出了青春期的看命,迷茫和转瞬即逝。 保家街43号最后因为现实的问题,音乐公司只愿意接受汪峰一个人,这也让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。 所以青春对于汪峰来说,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,虽然无奈和现实逼迫着他做出决定,但是事实证明他选对了,因为只有自己拥有力量才能去带给别人力量。 汪峰唱出了青春。 汪峰的声音和民谣的风格完美融合,虽然原曲被改得更加保守,但是其中的一回头。 青春已远走,却是极其的真实,对于汪峰来说,是年少轻狂到中年的无奈。 从汪峰参加歌手以来,一直选择的歌曲都是比较效忠的,但是每一首都特别有意义,从而是,下坠。 M-R-Man带到青春,这些歌曲都代表着一种独立的精神,每一次的翻唱也将原唱带入观众视野中,让听众了解更多的优秀歌手。我想这也是汪峰的初衷吧。 汪峰最后的改编部分才是最大的亮点,赋予了这首歌不一样的魅力,由于这首歌无论是歌名还是歌词不适宜在大屏幕上出现。 所以汪老夫子把歌名和部分歌词也做了改编,总得来说除了最后的摇滚改编比较惊艳之外,其他的地方中归中矩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